我覺得很震驚耶 你知道 反正二瓜多跟蜜鹿那邊就是羊駝的東西 非常之有名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買了一隻羊駝 大概就是10美金左右 一隻羊駝 10美金 那頂多最大 就超大超巨型的屋簷只買到18塊美金 你說一個羊駝 一隻羊駝 喔 羊駝娃娃 喔 羊駝娃娃 靠北 我說這三小啊 買一隻羊駝 你要搭飛機回來嗎 要不要買機票嗎 我想說你為什麼要那麼震驚 不就是一隻羊駝嗎 10美金可以買一隻羊駝 那我很高興啊 你想養喔 然後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回來就看到有一些 就是專門賣中南美洲的那些 就是小東西啊的店 或者是網路商店 它那個一隻羊駝 你在賣多少 羊駝娃娃 對 羊駝娃娃 OK 你可以講清楚一點 所以我想到羊駝就是真的羊駝娃 OK 好 羊駝娃娃 一隻喔 那我不知道 一千多塊 台幣嗎 對啊 超過 我看到賣到兩千三 欸 那你應該批貨回來賣啊 我超後悔的啊 而且那個什麼圍巾啊 還有碰球 碰球就是那個斗篷的東西 那個也都是賣超貨 做兩三千往上噴 哇 那你直接 你知道就是直接那個 叫你朋友趕快進口 就是我在想說我朋友家人 他們如果回來的時候 那個貨櫃可不可以 運一個兩項回來 對 真的 我們就可以做生意了 那兩櫃賺下去還得了 那直接賺幾百萬 我就財富自由了 對 就靠它 就靠它 真的是很震驚耶 OK 好 那就321喔 嗯哼 3 2 1 大家好 我是尤尚捷 大家好 我是邱婷軒 歡迎收聽 解鎖地球 好啦 明信片就是說來就來 毫無預期 沒錯 終於久違了 我們又回歸明信片特輯 我們真的是 終於又可以錄音了 我們這次錄音也是 多災多難吧 對 多災多難 我原本前幾天就要錄這一集 但是 你突然有喉嚨爆痛 我真的是 痛到一個 我一度以後我又確診耶 幹 我不可能啦 你兩個月前還確診 現在又確診 就是我看了一下新聞說 三個月內在二次確診的人 其實蠻多的耶 三個月內又二次確診 對啊 可能是不同的病毒株 還是什麼 有可能我覺得 但是你是陰性 我是啦 但我不確定我今天還是不是陰性 什麼意思 那我現在坐在這是不是 就是 反正我覺得 你有很強大的病毒抗體 對啦 其實我不是第一次 跟確診的人面對面 近距離接觸 對啊 我覺得你沒在怕的 我是覺得應該沒有問題啦 我們就看你之後 身體狀況如 可是你現在不會暴痛啊 我不會啊 我喉嚨痛的 那個病程已經過了 我現在是流鼻水 你現在的確是有點鼻音 真的喔 很嚴重嗎 就一點啊 我覺得還好 那有慈性嗎 我覺得 聽眾來定奪 我覺得還OK啊 你自己不會不舒服就好 我不會 但我可能隨時那個鼻水會流出來 那等一下就暫停 你有帶衛生紙 我發現這邊好像沒有衛生紙 完蛋 而且外面好像有人在施工 希望等一下不要錄進去 嗯 好吧 好 明信片 我們現在唸一個 就是2021年 2月17號 哇 這算是一個時空膠囊 這已經不是兩年前 這是 這是兩年前 兩年多前 我的媽媽 真是對不起 然後這個 聽眾是 Teresa Teresa 對 Teresa 嗯 她說 大家好 我是Teresa 那現在她在北加州工作 但是呢 她想要分享一下 2015年 在摩洛哥當國際志工一個月的經驗 我先跟Teresa說 Sorry 就是 兩年前 我們現在才講出來 Teresa 嗨 最近怎麼樣 哈哈哈 不要在這邊判關係 OK 反正總之啊 當時2015年的時候 Teresa在 夏威夷 讀大學 嗯 然後她暑假的時候 就有一個時間在 那個摩洛哥的 Gasablanca 嗯 的一個社區中心 陪小朋友學英文 嗯哼 然後 我可能隨時會這樣 然後 其中最特別的經驗啊 就是被當地人 帶去上他們的 綜藝節目 綜藝節目 好酷 然後反正她說 錄製的內容 都是阿拉伯語什麼的 然後她 她其實都聽不懂 啊不是啊 那她在那邊幹嘛 當花瓶這樣嗎 有可能 因為 可能那邊的台灣人 或者是亞洲人 很少 臉孔比較少 不確定 不是啊 那很少 至少要互動啊 就像台灣人的綜藝節目 也會找外國人 可是 至少是可以講話 然後上去完全不能講話 只站在那邊 這我就不清楚了 還是有當時候那個的片段 可以分享給我們看看 好 跪球 對 然後她說 她那時候 除了在那邊去上綜藝節目啊 然後還去當地那個 Asovella嗎 就是那個 非洲的音樂節這樣子 那時候 旅社都滿了 所以大半夜的 就只能 都睡在大廳 然後一直被偷看 蛤 一直被偷看 喔 應該就是因為外國人很少 所以大家覺得 欸 這個人是 就一直看 再加上他睡在大廳 就是 來來去去的 可是都已經滿了 應該是 很常見 我不知道 到底是誰樣的音樂節呢 嗯 然後後來她也去了那個 首都拉巴特 還有著名的那個 馬拉克什 嗯 的大小市集 不過當然大部分的時間 還是在Gasablanca 融入當地人的生活啦 其實我們之前摩洛哥 在節目上講了兩集 馬拉克什的市集 之前我們來賓洪安 非常愛 嗯 愛到一個爆炸 愛到他 就是差點要移居過去這樣 我自己是沒去過啦 我每次看到大家 講這個的時候 會覺得很羨慕 但我覺得我可能有一點感覺耶 因為像我這次去二瓜多嘛 在基多那邊有一個市集 他那個市集就是收集了所有二瓜多的各個城市人的一些特別的小物 他都會在那個市集裡面賣 然後所以你只要到那個市集 就你不用特別跑到其他城市 你都可以覺得說 哇我在這邊看到一個 哪一個城市的什麼東西什麼東西的 在基多裡面啊 對啊在基多的一個市集 但我目前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我可能也不會黏在我 知道也沒什麼用 對 知道也沒什麼用 所以反正就很酷 大概這種感覺 對我覺得我還蠻喜歡 蠻沉迷這種市集的 嗯 其實我在市集很少買東西 但是 就是逛市集的感覺我真的非常好 對啊 啊我知道了啦 跟你講你有沒有去過那個 永和的那個符合橋下 假日市集 那個是二手市集嗎 就是 我沒有去過 但我很想去 跟你久仰對不對 嗯 那個就在我家附近沒有多遠 然後我以前就常常去 閒閒沒事那邊逛 可是我幾乎 在那邊只買過一兩個東西 你去那邊看你會覺得 他們把全家的破爛的搬來賣 你知道嗎 我完全不覺得有任何人會在那邊 買那些東西 可是很多人都會在那邊擺 他家裡不知道哪裡撈出來的東西 還是有人賣一些看起來比較值得買的 嗯 可是有些真的完全不行 嗯 譬如說我給你順便舉個例子 我看到最屌了 就有些人啊 他堆了一座小山一樣的手機電池 嗯 你知道就是以前的手機是可以換電池 拆下來 對 然後他就可能 把他全家那種 不知道哪裡收集來的手機電池 全部堆在那邊 就你要 誰會去買 因為每個電池長得不一樣 你要堆到型號還正確 這是比酷的吧 我不知道他那個 那個是裝飾品 那個小山是裝飾還是幹嘛 然後我完全想不到 誰有什麼理由 我會去那邊買一顆電池 而且那個電池 後面幾年沒用 因為腳都快爆炸了 這個買回去也沒有用了吧 對啊 然後還有 那邊最有名的還是就是腳踏車 就是據說那邊都是賣髒車 可以去那邊賣腳踏車 可是其實我以前不知道 很便宜嗎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在那邊買過一台腳踏車 你真的買過 可是我不知道那是髒車啊 然後別人跟我講 好好好 然後我覺得 蠻好奇 就是一種茶茶漆的感覺嗎 對又很便宜 不愧是髒車 沒有啦 不鼓勵大家去買髒車 可是當時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就沒辦法 對啊 不能怪你 然後我覺得那個市集 我在那邊逛的時候 會覺得 哇 每次去那邊就是刷新新的世界 而且會有種尋寶的感覺 就是你說不定 真的可以從那堆 就是破桶爛鐵之中 找到寶物 就 你可能要花幾個小時吧 沒有啦 有些其實還真的不錯的 譬如說我在那邊買過一些那個 什麼螺絲起子那種工具 那我覺得就還可以啊 那就是工具型的 你買就買 有些 有些真的是不知所謂 家裡人 那個衣服 看起來是可能放了50年 然後晃到會一個爆炸 然後可能一大堆跌在那裡 好酷喔 但你有去過 就是你那時候在海德堡的時候 你有去過他們那邊的二手市集嗎 有啊 我去過啊 那個你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歐洲那邊的二手市集 跟台灣這邊的二手市集差很多 我覺得 二手市集 可能 我覺得在海德堡的二手市集有幾個 有好多種不同的型態 嗯 但其中一個就是二手衣服店 我覺得跟台灣是大同小異 哈哈哈哈 對啊 這個擁擠的店面 然後裡面掛滿了衣服 跟 哦 我覺得台灣的二手衣服店 也長得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嗯 了解 就是我自己在逛 因為我也很喜歡逛二手店 所以在台灣我也會去逛 可是我覺得台灣近幾年有比較好 可是台灣以前的那種二手衣服店 它那些就是你會常看到 白色衣服上面有黃字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什麼破掉的地方 但它那個價錢其實都傻很低啦 可是我覺得在我那時候在歐洲交換的時候 我去逛當地的那個二手市集的話 其實我比較少遇到這樣的情況 他們那個保存的很好耶 然後 還是大家就是使用習慣比較好 我不知道 我其實不確定 然後反正他們那個價格真的是下沙的非常多 哦對很誇張 一件可能50cent 哦對 對有這麼便宜的 對 然後你知道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是Gortex好像很有名 就很紅啦 就那時候就是防水的這種防寒的 就非常紅 那我那時候就真的是花了一個很少很少的金額 然後買到一雙Gortex的那個防水 然後防寒的靴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全身上下的行頭 都是在二手市集買的 然後全部加起來可能10歐元 哈哈哈 你這樣一說 差不多 應該應該沒有超過哦 我跟你講就是 我前女友 嗯 她是eBay大師 哈哈哈 其實她在eBay上面 嗯 她會買那種超爆便宜的二手衣服 我不知道她怎麼找到 但是似乎就是在德國可能很常見 但我覺得我 我看她的穿搭其實都還不錯啊 對啊 她的衣服據我了解 就是很少有一件 單價會超過300塊台幣 哈哈哈 很厲害 我覺得她的特異功能之一就是找到 找到不可思議便宜的衣服 天啊這太強了 這個能力我很想要 然後她在 她以前在eBay 就是eBay大師 然後她到台灣來之後變成蝦皮大師 她在蝦皮上面可以找到那種 譬如說可能一件 洋裝的80塊的 我不知道怎麼找的 我覺得很神秘 但是她的這個能力 我會努力往那個方向邁進的 真的很猛 好啦 不過回到Teresa 哦對 總之呢 看來她就在Gazablanca 過了非常開心的一個月 然後呢 她跟她隨行的一個台灣女生朋友 住在當地的一個host family家 然後一個 就是她是一個能幹的 摩洛哥單親媽媽 加上她的一個國中生兒子 還有小學生女兒 嗯 然後他們也帶她 就是也帶Teresa跟她的朋友 在他們爺爺奶奶家 或舅舅家住過一段時間 嗯 然後她說摩洛哥人啊 非常重視吃和家庭 她說那個熱情的媽媽 每天都會餵 餵他們四餐 哇四餐 很飽 然後一天就是泡好幾次很甜的 薄荷茶招待這樣 嗯 說到薄荷茶 嗯 就是你知道摩洛哥薄荷茶 好像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東西 摩洛哥薄荷茶 是聽過啦 但我不知道它有名的點在哪 其實我也是不知道 可是我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去稍微查了一下 反正他們就說摩洛哥人啊 基本上他的一天就是以茶代酒 然後以茶代水的這種感覺 嗯 然後他就說 這個是他們當地的一個 也算是一個招待文化之一 就是你到一個摩洛哥人的家裡 去做客的話 他一定會用薄荷茶招待你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就是他在泡茶的時候 因為我們泡茶都會分好幾泡嘛 然後他說就是你一定會喝三杯 然後就是他在泡的時候 他們就說這三杯 因為他那個 每一次泡他那個風味會不同 所以他就說你第一泡的話 你的那個風味就是 像是生命般的優雅 生命般的優雅 對 然後第二杯的話 就是像愛一樣的濃烈 OK 然後第三杯的話 就是跟死亡一樣的苦澀 所以如果你沒有喝到三杯 他對方就讓你走的話 代表說 你不受歡迎 沒有沒有 可能就是 他不想讓你死 對他不想讓你死 他不想讓你走到最後一個 所以你要 假設你邀那種喜歡的人來家裡 你只能讓他喝第二杯 我覺得 我覺得這就是傳統啦 可是現在應該不會就這麼制式地去做這些 OK 對啊 不過喝茶文化在很多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文化圈裡面 嗯 應該是蠻盛行的 嗯 對啊 因為以茶代酒嘛 不然 也沒別的東西可以喝 呵呵呵呵 我想說我多年前去中國 藏區玩的時候 你知道藏族人家裡都會 或是餐廳裡面都有酥油茶 哦 那你知道 你有喝過酥油茶嗎 我沒有 但我很想喝看看 酥油茶真的很屌 真的 就是 他有點像 他就是奶茶 那可是 想像一下就是他的茶是 當地的 就不是普通常見的紅茶 可是這個不是重點 這個是 重點是他的奶啊 是加酥油 可是酥油其實就是 牦牛的奶來做的 就不是普通的乳牛奶 嗯 那牦牛奶的特色就是他真的很油 因為他在一個韓代的地方生活嘛 所以牦牛本來就是毛多油多 因為他的奶就是自然油脂也比較多 而且再來就是他們 可能不像我們現在市售的那種 普通的牛奶 他有那種精煉過 或是怎樣 他是一個非常粗獷的方式來做酥油茶 所以你在酥油茶 你在觀察的時候 一來就是每一家的酥油茶 其實差蠻多的 嗯 有時候我真的無法想像 他是同一個東西這樣 可是 每一家可能有他自己的調配 譬如說他的比例啊 或是他的茶種啊 或是他的 油種之類的 油種 還是有點差別 之外啊 他那個酥油茶真的很油 他是一個很油的奶茶 嗯 所以其實應該來說 你牛奶本身油的蠻多的 對 我們現在喝到不會油是因為 他是工廠提煉的啊 對 之類的 那 所以他把酥油加進去之後 如果你把酥油茶放在那裡 放一段時間 上面是浮一層油的 那我可以把那個油 撈開 我只要喝下面 我是沒有這樣做啊 感覺很失禮 哈哈哈 但是在那邊很冷啊 所以你會覺得說 欸 喝點油其實感覺還不錯 嗯 那你覺得口感如何 很特別 你完全不會喝過這種口味 他是有點 一來是很油 二來是有點 鹹鹹的 一點啊 他是有加 額外加鹽吧 還是他自己本身 應該是不會加鹽吧 應該就是他那個 他那個組合裡面有合過 所以他那個味道是 對 是新鮮的 嗯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啊 就是 像台灣的餐廳不是會 如果是小吃店的話 你在吃的時候 他們不是可能有一罐茶 嗯 你想倒就倒 對 然後他們餐廳就會有一罐 類似素油茶 哦 然後你知道 他們口味可能不太一樣 可是一定有一個一樣的東西 就是他那個罐子 你倒出來之後啊 一定 就是那杯裡面 一定有大概 三到四隻蚊子 這屍體 哈哈哈 我每次去的時候 一倒過來 一堆蚊子跑出來 蛤 不是那麼冷的地方 還有蚊子 我也不知道 而且蚊子 為什麼會跑到裡面去掛呢 我也不是在確定 還是那個其實是一個 他是溫泉 對蚊子來說 沒有在想說 他可能是一個就是 有點像撒胡椒粉的感覺 哦對 就是鹽酥雞要加蟑螂才好吃 哈哈哈 這酥油茶的秘密其實是蚊子 哦我要瘋掉了 蚊子才是本體 哈哈哈 好歪 哈哈哈 好 嗯 那所以呢 他們就是熱情的媽媽 每天會為他們試餐嘛對不對 對 然後又說泡好幾次很甜的 這個薄荷茶招待 他們家奶奶啊 每天會對著清真寺祈禱 然後他家裡的那個弟弟 而且很可愛 就是他會在那個奶奶祈禱的時候啊 在頂樓踢足球 可是怕就是球一過去踢到奶奶 所以還會把那個包包放在前面擋住他 蛮貼心的啊 那為什麼要在那邊踢呢 那為什麼說那你可以移駕到別人 對啊 他可能想要陪奶奶啊 嗯嗯 可是又怕踹到 好吧 好貼心 貼心的國中生 嗯 好 那 Gazabanka的觀光客不多 其實怎麼那麼奇怪 我以為Gazabanka的觀光客很多 他說那當時不多啦 嗯 那亞洲觀光客就更少 嗯 所以他跟他的台灣朋友啊 常常在路上被打散 然後還有一些好奇的小學生會跑來 你知道拍他肩膀 拉他頭髮 哇 拉頭髮也太失禮了 哈哈 就是捉弄的感覺 可能喜歡他 喔對 小學生嘛對不對 小學生表達愛的方式 就是彈肩膀跟拉頭髮 喔喔 彈肩膀真的超煩的 然後他說啊 他們也交了很多當地的朋友 然後host family的媽媽 還在 還想幫他們在當地找結婚對象 然後留在摩洛閣 為什麼旅行半天沒有人幫我找過 可惡啊 你可能看起來不缺吧 我也不懂啊 奇怪 對 然後反正就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還參觀當時世界第三大的清真寺 這個有點難唸 哈桑俄式清真寺 欸其實也沒有很難唸 難唸在哪裡 哈桑俄式清真寺 然後他就說非常的壯觀啊這樣 嗯嗯嗯 然後呢最後Teresa說 我像你們每天可能都收到很多訊息 所以他也不說太多了 希望有機會看到我的訊息 有有機會 就是看到了 沒有以後 其實我當下就已經看到了 只是沒有那麼快唸出來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回 對 只是說 真的唸出來 等一下一段時間 他說 如果有興趣的話 他願意分享更多 嗯 解鎖地球是他最愛的Podcast 那祝福我在德國學習 生活一切順利 期待聽到更多 我和來賓們的故事這樣 嗯哼 德國學習算順利吧 順利吧 你不論文都教了嗎 對啦 雖然過程很痛苦但是 對 我現在回頭看是OK的啦 結果是好的 對 感謝Teresa的祝福 嗯 我想到就是剛剛Teresa說到啊 就是 他在 路上常常被搭訕這件事情 就因為亞洲觀光客很少嘛 對 然後我就想到我們這次去俄瓜多啊 就是我們去了俄瓜多一個城市叫昆卡嘛 然後昆卡他其實到那邊就是 必有的大概就是幾個景點而已 一個可能就是他的舊城區 然後一個可能就是那個Gahas的國家公園 然後第三個可能就是離他 大概是東北方然後開車 可能要兩三個小時地方的一個 印加文明的遺跡 我好像聽過 你聽過嗎 好像聽過 反正去那邊的話就是一定會 基本上觀光客可能都會去那個地方 然後反正有一天啊 我們就是一早就是開車 然後開了二三個小時 然後去那個 印加文明的那個地方 嗯 就是我覺得很酷的是 就是我們在俄瓜多這次遇到 非常多那種景點啊 就你一定是要跟著導遊 你才有辦法進去逛的 啊不跟不行啊 不跟不行 他不讓你進去 強制跟導遊 就是你 我不太知道這個原因是為什麼 反正你在那邊買票的時候 他就是直接把導遊的費含在裡面 然後強制你一定要配個導遊 然後等到刻意的時間 你們再進去逛 哦 好吧 所以印加文明也是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找了一個導遊嘛 就是現場找導遊 然後我們在那邊等導遊的時間的時候 突然有一群年輕人 往我們這邊走過來 你有看到嗎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一群年輕 就真的是很國高中生的小男生的那種感覺 哇 小鮮肉 小鮮肉 對 然後因為就是那個五官又比較深邃 其實蠻好看的 靠腰 姐姐 對姐姐開心 表示 然後他們就往我們這邊走過來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就是拍照 他就比那個拍照的手勢給我們看 那我們想說 哦好 那就是我們要幫你這群朋友拍照這樣 然後他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拍照然後比了他們 然後再比我們這樣子 要一起拍 對所以他的意思是要一起拍 然後我們就想說 哦 原來這群小鮮肉是要跟我們一起拍照 受寵若驚啊 小鮮肉的愛 然後我們那群剛好就是大概有五個女生 然後我朋友 青花怒放 我朋友就很好笑 他就隨便 他就是隨便比一個女生 然後說這個2 然後比下一個說4 然後比下一個可能說10 蛤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什麼 就是我們要跟他們收錢的意思 蛤 跟我們拍照要收錢 因為你知道二瓜多 就是你到當地 你到一個景點 你看到羊駝 你要跟他拍照 都要收錢 所以你們現在那個 以比之道還施比生 對我們就覺得我們來這裡 你們收了我們那麼多羊駝的錢 我們現在跟你收一些 就是跟人拍照的錢 應該很合理吧 那為什麼有人是2塊 有人是10塊 沒有其實我們就是隨便喊的 那你是2塊的還是 哈哈哈哈 我其實不太確定 你是免費的 跟我拍照不用錢 每個人身上有標價 對每個人身上有標價 我們就是有趣 我們就隨便喊而已 然後結果後來他們就選了2塊的 哇哇 這個定價策略不錯 先把那個價格拉到10塊 他就說這個2塊 對對對 但是我們就是開玩笑的 就是你剛剛有覺得我們很認真嗎 可是對方應該覺得你們認真 對不對 對方覺得我們認真 他掏出2塊美金給我們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 就我們只是開玩笑 那你們也太可愛了 他真的是拿出2塊美金給我們 想不到你們真的有2塊的價值 就是我們就賺到了 哈哈哈哈 他選的那個是比較東南亞混血臉孔的女生 我在想他可能喜歡這一位的 沒有我覺得單純只是因為2塊的便宜 哈哈哈哈 反正我們之後就是也是沒有跟他收錢 我們就跟他拍照 我就覺得很可愛 嗯 哇那你乾脆就直接在景點那邊 站在門口就好了 對啊因為其實一路上 我覺得亞洲觀光客在那邊也算少 所以也是就是只要當地人啊 或者其他人看到我們 都會覺得非常的稀奇這樣 就會想要多看我們幾眼 或者是拿手機這樣直接拍我們 但是我們第一次遇到就直接上前跟我們拍照的 哇那你在那個入口多站久一點 你門票就回來了 對啊 導遊費也回來了 導遊費5塊 我們可能一團這樣子 就回來了 哇那個真的太好賺了 你應該分頭行動 哈哈哈哈 大家各自自己定價 你說大家站點你想要站哪邊 那我們要穿得很漂亮 要化妝 對對對 跟羊駝一樣 你知道我們之前就是很多來賓都說 他們在印度會被印度人搶拍照 嗯 我去印度完全沒有人找我拍照 完全沒有 一個都沒有 這一來就是 對 我覺得 因為大概有50%的人 會覺得我是當地人 嗯 所以他們一定不會鳥我 然後二來啊我不知道欸 因為之前有聽說嘛 就是 他們喜歡跟比較白的人拍照 哦 你可能沒有辦法 就像他覺得我是外國人 可是我太黑 幹也不行 然後好慘 連拍照也被歧視 哦 可憐啊 天啊 欸其實 這麼說的話 我到世界各地也沒有任何人想找我拍照過 到底是 可是我覺得你看起來就是太像 當地人 沒有就是你 對你很容易融入當地 然後你就是背包客 一點就是覺得我不是來玩的 然後我也沒有打扮得漂漂亮 那樣子 所以因為這樣就不想跟我拍照 就是沒有他們會覺得你 很融入當地的感覺 所以就會不會覺得你特別 沒什麼新奇的 嗯 我覺得是欸 好吧這個理由我就接受了 是稱讚啦 不然我還是覺得蠻傷心的 唉唷 連拍照都被跳過 那不然你下次就主動一點啊 主動一點就是什麼 欸跟我拍照 兩塊錢 哈哈哈哈 你給他兩塊 自己多受 我給他兩塊錢 對 喔有啦 喔我想起來了 你遇到了 對有一個 在印度一次 跟小朋友拍照 他們找你嗎 對而且我要跟他們一起踢足球 好可愛喔 我在一個沙灘走路的時候 看到一堆人在踢足球 然後怎麼 反正我就去加入他們 嗯 應該說我本來就想加入 可是我沒有講話 就在旁邊看 然後他們就自己跑過來 拉我加入 可是我踢也超爛 爛到 爛到幾點 就是比前面講 所有人都爛 而且他們還故意做球給我 叫我射門 結果 然後我就射得很軟趴趴 可是還是進了 因為他們好像放水 喔天哪 那好可愛 千方百計想讓我進球 可是還是沒辦法辦到 只有進了一球 我覺得很感動的感覺 我覺得蠻感動的 很難忘的一次 經驗 而且我還是唯一的大人 然後就爛得跟什麼鬼一樣 那時候檢討 不是 我其實以前小時候是會滴球的 可是它是沙灘 球其實很難掌控 對 我連帶球都有困難 可是他們可能每天都在沙灘上踢 所以我被他墊也不能怪我 好吧 我是這樣安慰自己 他們想說 這個人可能是當地的大哥哥 應該很會踢球才對 結果背什麼樣 有沒有想要拉我去 是因為可以幫我們那隊 加強戰力 結果發現變脫有病 廢到一個不行 好那我們就感謝Teresa 謝謝 對 哭的兩年多 終於等到了 如果妳還在等的話 我覺得 對 反正我們會繼續更新下去 對沒問題 跟大家說啦 就是明信片投稿 我們當下都有看到 可能不見得會立刻回 對 但是最終總是會回到 大家不用再擔心 我們現在還有陸續新的明信片 有啊當然有啊 哎呀 每次看到的時候 還是有點壓力 還是我們 好 沒有啦大家可以永遠投稿 先投稿先卡位 對啦 我敢確定啊 就是接下來更新週期 不會拉那麼長 嗯 畢竟我們人都在台北了 沒錯 好 那下一張 下一張的話 我不是很確定要怎麼稱呼他 因為他 可以說是Andro 也可以說是Yuki 他叫Andro Lee Yuki應該是日本名嘛 好那所以Andro是英文名字 對 然後Yuki是去日本的時候 去日本的時候用語 這個很好用欸 這個很好用欸 對看你要用哪一個叫都可以 然後我想到英文名字的事情 我之前我應該在節目上講過吧 就我沒有英文名字 你可以再講一次 我覺得蠻好笑的 好就是 好也不用講一次啦 反正總之 因為我沒有英文名字 然後我小學的時候 好像被英文老師取叫Tony 欸 嗯 然後我不太喜歡Tony 可是我現在覺得Tony還蠻酷的 可是小時候我覺得 這個Tony聽起來很北來 嗯 但長大可能是因為有鋼鐵人 或是什麼其他人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Tony還蠻酷的 所以來不及後來 反正我就沒有在用Tony這個名字 然後後來長大之後 也沒有英文名字可用 嗯 我去德國的時候啊 然後我就想說欸 那我到底要叫什麼名字 就是像上次講的 我覺得 想像傑也很難發 對啊 所以有時候我會 別人會叫我Sean 就叫我Sean 嗯 可是我會覺得 我不喜歡Sean 是因為Sean跟英文的名字 Sean 會搞混 這樣不是很好嗎 不是我不想啊 因為別人會拼錯啊 拼那個S E A N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很煩 嗯 所以我就想要叫傑 嗯 然後可是怎麼說 因為傑 因為我們英文拼法是C H I E H 對 可是我叫傑的時候 別人不會 不可能會有人想到是這樣拼 大家會拼J A Y之類的 對或是什麼J I E 或者什麼J E I 都可能 嗯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那我也可以說欸那好 那我就拼J E I 嗯 或是什麼J A Y 可是就跟我證件差太多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跟Sean一樣的問題 對 然後我就覺得啊 那還是叫Yu好了 Yu就不會拼錯嘛 Yu 你認真叫Yu嗎 沒有我是想 然後我說幹 那麼越講越奇怪 然後乾脆就叫Yu桑姐 這樣有什麼 這樣有任何辨識意義嗎 所以你後來到底叫什麼 沒有啊就是桑姐 這樣 呵呵 所以後來才有那個桑氣那一把 對啊 對 所以就是桑姐 好有 沒錯 所以這個Angelo Lee Yuki 他在2021年 嗯 7月3號 傳訊息給我 沒有 這個沒有到兩年啊 嗯 才一年半了 對 可以啦 一年半多 可以 我們趕在兩年的期限到的時候回覆 應該是很不錯啦 好 他說 他想分享的是兩年前 2021的兩年前是2019 去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去比街舞比賽 哇 好酷喔 好屌喔 不知道有沒有影片可以看 呵呵 然後呢 他說跟他一起去的一群台灣朋友啊 他們去的其中一個目的當然是 大麻 應該說每個人去荷蘭一定不可能錯過嘛 沒錯 就像你 對 然後他其實在更早以前 就是20歲的時候也去過荷蘭也試過大麻 然後那個時候覺得很棒可以放鬆 嗯 然後他讓他本人真的整個愛上的是大麻的布朗尼跟大麻的巧克力餅乾 因為他覺得吃的不會跟 不會讓他覺得跟現實生活差太多 嗯 一開始我看到的時候我聽不到他在講什麼 可是後來我想一想 我猜我可以解讀他的意思 就覺得應該是說 如果大家平常沒有抽菸習慣的話 對 在抽大麻的時候你會覺得你在做一件 你平常不會做的事 嗯 然後這個事情是特別的 就是他跟你的生活是割裂的 對 然後可是你在吃大麻蛋糕跟大麻巧克力的時候 這是你白麗平常都會做的事情 你只是加點料而已 所以你會覺得 你跟這個生活融為一體 是進入這個flow當中 我覺得我想像是這樣 他想表達應該是這個 了解 就是在生活中融入大麻的元素 嗯 我覺得可能差不多 可能再加上這兩個東西 它的那個作用不會那麼的強勁 所以你不會真的感覺到 哇就是你吃了大麻之後 你整個那種人的感覺都就是不一樣 我覺得相反欸 真的嗎 因為我有抽過也有吃過 嗯 我覺得吃了 反而容易吃太多 就是 一來就是抽的時候 你沒有保證你都有抽進去嘛 對 然後吃著你就一定會吃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吃的時候 像我吃餅乾 餅乾 我其實吃不太出來有什麼差別 就跟普通的餅乾 嗯 可是他其實劑量可能一兩片 就是你一個人一天差不多的劑量 可是你如果沒有知覺的話 你吃四五片 你根本不會有感覺 哇 趕快過了半小時就開始啼笑 哇賽 我覺得其實蠻可怕的 喔好好好 對啊 然後反正Yuki啊有一次就是 他打算在洗澡的時候 邊吃巧克力餅乾邊泡澡 有事嗎 那不是邊喝紅酒 他邊吃大麻巧克力餅乾 然後他說他們做的那間Airbnb的浴缸很大 他的腳是可以伸直的躺在裡面 然後他就是突然間他覺得自己好像一隻美人魚 然後一直在海裡面悠悠自在 就是他說他同時也在聽那種很輕鬆的海洋音樂這樣 海洋之心嗎 蛤 我不知道 OK 然後他突然就覺得奇怪 怎麼有一點怪怪的 就是他突然一開始不能呼吸了 然後結果他整個睜開眼睛之後 他發現他整個人是泡在水裡面的 就是他整個是沉下去了 整個人沉浸在水裡的 他真的就是以為他自己是美人魚了 然後在水底裡面就游來游去 然後他就是一瞬間才覺得不對勁 然後突然爬起來這樣 然後他就發現說他真的在水裡面待了一分鐘以上 因為太舒服 覺得他自己是一條美人魚 哇他這個很危險 他說他差點溺死在浴缸 而且可是他完全不會不舒服 對啊 對啊 欸不是啊完全不會不舒服 其實這個危險的訊號 代表說你可能不會不舒服的時候你就過 我覺得很可怕欸 然後他說幸好他最後還是有意識到 欸欸怎麼在水裡 然後他把那個事情跟朋友講 大家覺得很傻眼 我也覺得蠻傻眼 欸這樣其實蠻危險的 其實有點危險 難怪之前大家就是說 就是如果你就是去那邊 就是你要嘗試抽大麻 或者吃這些大麻食品的話 就你身邊一定要有朋友 對 不知道機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你朋友跟你一樣ㄎ就沒有什麼用 就是你不能同時都吃 嗯 對很難啊 誰會在那邊看你們然後又不吃 對啊 就是看你那邊嗨 我都不能嗨 就是看你喝酒不能喝酒的那種感覺 那至少在一個安全的環境嘛 對啊 你不要說在一個 浴缸裡面 對浴缸裡面 或是旁邊就有一些危險物品的地方 喔對啊 我也不知道 嗯很可怕 對我覺得泡澡好像 嗯 危險啊 那所以他就說大概就是這樣 但 by the way 他希望台灣可以趕快大麻合法化 嗯 因為他覺得可以幫助很多人 嗯 然後他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期末報告 嗯 老師就讓他隨便發回去報告一個東西 他就報告大麻 因為他覺得大麻讚 嗯 不是毒品 嗯 但是他說就是台灣目前還沒有合法 所以大家不要在台灣用 那反正不用也不會死啊 也不會怎樣 所以不要挑戰法律 然後遵守規定 對 然後最後一句 他說可惡的正成功 這個我不懂欸完蛋 我歷史素養是不是太低 這是正成功打敗荷蘭人啊 喔原來是這樣喔 如果正成功沒有打敗荷蘭人 我們現在一邊抽大麻 一邊在那邊露營吧 好像蠻不錯的欸 我不知道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大麻這個主題 在我們明信片裡面 存在感異常的高 他很常出現 不然我們每集都在講大麻 真的奇怪 講到我這個就是大麻的故事 已經快講得差不多了 沒什麼好講 所以你有新的嗎 其實還真的有 唉唷 你很棒 不是新的啊 不是說新發生的 新發生還得了 跟大家說啊 在台灣違法的東西 不要隨便嘗試 當然很多國家都是合法 我想到一個很好笑 我想到一個很好笑 可是我真的有點忘記 之前在節目上有沒有講過 總之我在海德堡的時候啊 我是住在一個酒吧街的二樓 就是你從頭看下去就是酒吧 而且是那種 就是假日會超爆滿的那種酒吧 你一看下去看好幾百人 在那邊狂歡的那種酒吧 好熱鬧 所以這個位子真的是得天獨厚 你這樣睡得著 很多人來我家就是崩潰 對啊 他說你這樣怎麼可能睡得著 可是因為我其實不太怕噪音 也是啊 畢竟 如果是人聲的話 如果是人的聲音的話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如果是什麼車水馬龍 那可能不行 真假啊 可是大家 你很特別耶 就大家都覺得車水馬龍 就是白噪音的概念 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有人的聲音 它是有點陪伴的感覺 那你在德國很孤單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外面 人聲鼎沸 就是很像有Podcast的感覺 對 我還有時候 有時沒事就跟樓下人講話 認真 就是在那邊叫啊 這樣 反正總之啊 有一次我有一群朋友 來我家 來喝酒 然後他說 這個地方真的太屌了 那時候很早 我才剛去沒多久 就是剛解禁的時候 他說這個地方真的超屌的 然後就把窗戶全部打開 就是你下面的人真的超近 就是你隨便講話 就可以跟他們 就是對話 完全可以 因為真的很近 其中有一個同學 他就看到樓下 亂群中有一個人 他覺得很帥 因為大家都喝酒 他就對他一直叫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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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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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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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我同學幸災樂禍 他說 欸你看吧 你上來就沒事啊 奇怪 不上來 被抓了 看吧 他真的是很倒楣 那個人 超北來 我覺得他一定通了你朋友 等下早點上來就可以消災嘛 他自己不上來 該說什麼 這好好笑 對啊 說到這個大麻合法化 我相信台灣應該錄還很久啦 但去年6月 泰國大麻合法化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近距離 對對對 我想 我已經很多朋友去玩了 他們有嘗試嗎 在那邊 有啊有啊 就還不錯啊 其實嚴格來說啦 其實他在合法化錢 也很多人在那邊抽 只是 就不合法 其實應該說 你非法的時候就會轉回地下 轉回地下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更多 奇怪怪的 黑幫捲入啊 或是什麼品質稱之不齊等等 合法它其實也是一個 把它列管的一種方法 同意 有規範才會確保那個品質啊 或是確保這些流程 都是公開透明 對啊 沒錯 對啊 那如果說大家對大麻合法化的議題 有興趣的話 當然我不是什麼專家 可以推薦大家聽一個Podcast 我們叫大麻反不反 哦 對啊 然後他的主持人是李津奇律師 嗯 怎麼說啊 他長年研究大麻 大麻律師 好酷 對 他對大麻議題非常了解 你看他整個Podcast都在講大麻 你就知道 他是大麻王 很厲害欸 對 有什麼大麻事情全部找他就對了 那他自己的觀點是什麼 就是對於大麻合法化 他的觀點一定是大麻一定要合法化 不然就不會出這個Podcast 對 不過他就跟他一樣 他每集節目前面都會講說 大麻在台灣目前就是一樣是違法的 所以大家比較輕易嘗試 以免觸法 有點像是那種煙酒的警告標語 對對對 所以大家小心啦 大家等一下啦 你看 剛剛Angeli Yuki 這個真的他的全名嗎 總之Angeli Yuki說 希望可以找一點大麻合法化 他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對不對 他說大學有一次期末報告 其實我剛剛看到正面的時候 我以為他說期末報告課了大麻 所以有如神助什麼之類的 結果不是 那我覺得遺憾 我想到我一個朋友 他這樣嗎 是嗎 不是大麻 沒有緊張 就是大學的時候 不是會期末考期中考 然後很多人在考前都會熬夜讀書 我也會 熬夜讀書很累 大家可能中間兩點就想睡覺 他的方法就是一直灌酒 痛癮 這有用 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一直猛念 然後一直喝一直喝 然後你早上 就是早上看他推開房門的時候 一股酒氣 那酒氣好像已經悶了一個晚上 可能是已經變成有形了 這樣 隨著他出來 然後他可能滿臉通紅 智德意滿 然後說幹 林北最屌 然後就會跑去考試 他考試的時候就是全身酒氣 天哪 然後就通常都還不錯 太扯了吧 這一招 對啊 所以大家如果期末考要提神的時候 可以考慮這招 那喝酒不是會想睡覺嗎 你得喝夠多嗎 好啦 應該是看體質嘛 有些人是喝一喝就睡著 有些人喝一喝就越來越亢奮 但他這樣子 他其他旁邊的人怎麼會想他 其他旁邊的人一定覺得他超厲害 之前一天去嗨成那樣 還是超體這樣 對 然後還考那麼好 他可能從夜店直接搭計程車過來考上 對 對 我覺得如果是他旁邊的同學 我會怎樣想 我覺得哇這人好厲害 好想認識他 他可能顧著要營造這個形象是不是 可能我不知道 好那我們就今天非常感謝 Teresa 跟 Yuki Angeli Yuki 那 總之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明信片單元 就是邀請大家投稿 來分享你們的旅行故事 那這個投稿的連結呢 就是在我們的 大家可以從IG或是Facebook上 找到我們一個LinkTree的連結 那個連結裡面就有投稿的表單 那個表單填寫就可以投稿 以前我們投稿是用那個私訊 就可能IG或是Facebook 可是因為有點難管理 一來就是你要記錄誰見誰後 二來就是有人會找不到 所以統一用表單我們就一目了然 雖然今天講的兩個都是兩年前左右投稿 但是我們現在速度加快之後 我覺得投稿的時間不會再拉那麼長 沒錯 我覺得應該不會到一年了真的 好我們努力 對應該是不會 好 我突然想到我朋友好像要投稿 對 踴躍的投稿 想到什麼就直接投了啦 因為它前面已經有很多人在排隊 就不要想太多投就是了 對投就對了 投就對了 真的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是寫的真的很長 但有些人是很簡短的 所以其實這麼形式都ok的 反正我們都會用一些特別的方法把它唸出來 然後分享一些我們奇怪的經驗 對 沒錯沒錯 我會覺得人生好像快被逃空怎麼辦 幸好你有去惡瓜獨 你有補充人生的知識 欸我覺得我們需要再更多的旅行 不然這樣我們 對 人生的故事已經被講得差不多 對 我覺得都空了 對 而且如果再講到大麻主題 我已經完了 已經沒有東西 我們看一下下一天還有沒有大麻 不要再講大麻 要講可以講點別的 不知道還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很期待 喔 我想到了 那你說 這是安非他命 好 你說 呃 這有點像幕後彩蛋 我先說這不是我吸安非他命 跟我沒關係 對 有認識的人 你好像跟這些毒品藥品非常的有 沒有啦 就是 關係 因緣際會 到底朋友都是誰啊 欸 不能算朋友啦 其實是當兵啦 喔 好啦 欸 當兵故事我想聽 好 都已經講到這裡 我就直接講 反正就是當兵的時候 因為當兵最怕的就是 欸 這個要放在最後 這有點像是彩蛋 就是你要聽到最後才有的 ok 對 大家聽到最後 恭喜大家撐到最後 可是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彩蛋 總之我們臉上有一個人就是吸毒 嗯 然後他吸 在兵營嗎 他好像是放假的時候吸毒 然後他居然還準時收假 嗯 然後他收假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神色特異 這樣子 這個人好像 有點恍惚 對 嗯 然後 那個長官就叫他去裂飲尿 他驗出來吸安非他命 哇 對 可是幸好 因為照理講 臉上有人吸毒 你們這個單位就晚了 對 就頂爆這樣 對 可是因為是自己發現的 當兵就會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 當兵真的很多有趣 我想聽 好啦好啦 下一次找一個幕後來講當兵 對 我想要聽幕後的 對 因為我最近那個更新的馬祖特輯講一堆當兵 對啊 我就是看 我就很想知道大家都分享了一些什麼東西 在那個IG的發文上面 好 欸我們到時候錄那一集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徵求大家的北蘭式 好 因為我那個IG收集北蘭式超多 對 我就一定很有趣 太可惜了 如果之後那個幕後來唸一下大家的當兵北蘭故事 哇 那一定唸不完 人家唸不完 嗯 好 感謝大家收聽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